剛剛講到 大家搞不懂中國在搞什麼 你之前三年 封控到了 等於說滴水不漏 你現在突然說放 你就全放了 不再放了 1月8號的時候 你說我還開放國門 讓中國還可以出去旅遊 就現在幹嘛 剛剛講到了 現在日本嚇死了 日本的媒體就講 春節的期間 中國人會大量的進來 他講 日本變異株會爆發 沒錯 日本嚇死了 從1月8號開始 中國把這個新冠肺炎 變成是新冠感染之外 他從甲種的傳染病 變成乙種傳染病 意思是什麼 你從1月8號開始 就可以直接出國 所以昨天晚上開始 中國的民眾 已經開始訂機票 準備要出國了 所以嚇到誰 嚇到日本 因為根據日本監控道士 很多人開始在訂日本的 這個機票跟日本的旅館 所以日本馬上就這樣 1月春節 中國人大量入國 日本恐怕變異株會大爆發 他們擔心變異株 當然很擔心 所以今天早上的時候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跟這個厚生勞動省的 這個大藤家藤 他們就開個會 那開個會之後 決議是什麼 他們下午就開個記者會 他說從今年12月30號開始 加強入境的這個防疫措施 那針對從中國赴日 以及過去7天去過中國 所有人員將進行入境的這個檢測 你說如果你檢測陰性 當然可以入國 但如果是陽性的話 你馬上就要被隔離7天 那同時間會限制中國 航班增加的班次 那中國過去有五個一 五個一他們也完全放寬 什麼叫五個一呢 一個航空公司 你在一個國家 譬如說日本 你要維持一個航線 每週一班 而且這個固定這樣飛 五個一 他現在放寬 放寬什麼意思 你要去日本 沒關係 航班可以盡量開 好那所以從日本 從中國到日本來的 航班會大開 但是日本害怕 他說我會限制 你的航班增加的班次 所以事實上 現在日本真的怕到 日本本來以前 多麼渴望中國的觀光客 現在嚇死了 當然日本的 日本曾經做過統計 他們的中國觀光客 是全世界購買能力 大概約會三倍到四倍台灣 他竟然照樣 因為不行 你真的來的話 恐怕日本 變異株會大爆發 他們害怕到了 那為什麼他們害怕呢 因為主要就是說 你要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包括說像Omicron 或是其他的病毒 他其實並沒有 真正會侵蝕到肺 但問題是目前為止 中國的這個疫情裡面來說 反而又出現了 類似之前三年前 武漢肺炎一開始的 最嚴重的病毒株的狀況 所以他現在 已經不只是上呼吸道 對 他現在已經清洗到肺了 最近很多人都是這樣 你看這都是 這個肺部都已經完全變白了 這個狀況 就是這個 白肺了 就是在三年前 武漢肺炎才有經過 但是沒想到 最近又開始出現 這樣一個清醒 所以讓人家知道 讓人家很擔心 就是說 難道你這個中國 有我們目前為止 不知道的病種 在這個蔓延的這個狀況 那的確按照中國的目前 他們 因為他們目前的疫情 真的是滿 大家完全不知道 但就他們說了 他們現在已經有一千多種的 這個基因序列 有一百多種的 這個變形株在那邊 那到底是哪一個變形株 弄成這個樣子 他現在也不知道 所以現在變成是全世界 為什麼我寧可先封你 因為我不知道是哪一種病毒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麼感染 他完全都沒有跟人家分享 而且現在 你說真的 你現在去跟衛健委 要這些資料 他也跟你說 沒有 因為我們 從12月25號開始 就已經蓋牌了 我們也沒有什麼 每天公佈的數字 什麼都沒有 現在到底有多嚴重 剛剛講的 他已經進到了中南海 現在有兩個常委 現在都被懷疑 一個叫什麼 一個趙樂際 一個禮息 已經有十多天 沒有出息了 如果連中南海都淪陷 那還得了 對 是從目前為止來說 北京是疫情最嚴重的 那尤其是 中國的七常委 因為一般來說 他們年底有包括說 像經濟會議的 這個重要會議 另外一個是農村的會議 那主要就是在開一個農村的 這個會議裡面來說話 居然七常委有兩個沒有出現 一個是趙樂際 一個是禮息 就是他們也都已經 約莫有十天左右的時間 沒有看到他 那因為這通常 七常委一定都會出席 這些所謂重要的會議 你沒有出席 那大家都不知道 你到底出了什麼事 尤其最近 這個北京的301醫院 或是這個西津賓館 這些都是高官住的醫院 或是高官住的這個賓館 每天都燈火通明 所以大家講 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難道中南海有非常多人生病 那這也是 所以要去那個賓館 那個所謂的隔離 如果這個 中國的這個中南海 都這麼嚴重的話 那你就知道說 其他地區到底是 多嚴重的一個局面 而且你昨天講說 這已經衝擊到了 中國的供應鏈 現在問題 已經越來越嚴重了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整體的這個 工廠的這個缺工人數 大概是兩成左右 也就是說你去問 目前的包括說PCB 組裝業者 或是說汽車業者 大家都跟你說 我們有20%的員工 沒辦法來工作 那20%的員工 沒辦法來工作 會影響到什麼呢 會影響到整體的供應鏈 都會受影響 因為你只要一兩家 重要公司它停擺的時候 這是整個供應鏈 都沒辦法動起來 而且現在不只是影響到 整個這個生產鏈這一邊 物流業也沒有 你知道這幾天的時候 這個他們各個省市政府 都要求什麼 人民如果都沒事的話 你就出來當外賣小哥吧 你來送東西 因為他們現在也沒有 送東西的人都沒問題 也沒有外賣小哥可以送 那甚至地方政府來說 你來送我還補助你錢 除了你可以領到的錢 我還補助給你 所以現在整個 中國的物流業 也是完全都停頓了一個狀況 那當然了 接下來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疫情的 發生到這個樣的狀況來說 所謂的生產供應鏈 往外移 就變成是固定 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日經就講了 現在蘋果生產大先移 已經變成一個 供應鏈 大分散的時代了 對 也就是說他未來可能會往外跑 包括說像可能會往這個印度跑 會往越南跑 會往各地去跑 甚至他可能部分的生產線 也會移到歐洲去 所以就告訴你說 這個疫情過後 真的完全改變了整個中國的風貌 那也就是因為 如果你不趕快解封的話 可能中國會死 會這個經濟會震亡的更嚴重 所以習近平才會在這個時候下了一個 完全就這個就拔開放的一個命令 對 中國真的完全蓋牌 完全擺爛 那我剛剛講的 把日本嚇死了 對 沒錯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他今天早上很緊急地發表這個記者會 你看 他們日本不是已經把它打開了嗎 你只要打疫苗 你只要PCR OK 然後就讓你進來了嘛 現在特別針對中國 如果你進來的時候 你要塞 塞的是陽性的話 七天隔離 現在他這個七天隔離 現在很多台灣人怕說 到時候會不會連台灣人到大家 全部都比著 把你卡在日本回不來啊 有可能啊 你知道嗎 為什麼因為日本怕了 日本事實上呢 我告訴各位一個秘密 中國現在已經 明年1月8號稱才要開放觀光 對不對 現在我很多朋友在日本 看到一大堆中國觀光客 他們應該不是持這個所謂的 觀光的這個名義呢 出來的 你說中國人已經很多進到日本了 因為我們有很多朋友都去日本嘛 雖然到日本以後他們就說不可思議 旁邊全部都是中國人 那問題是這些人怎麼來的 怎麼出來的 而且你要知道東京跟日本 所以你就說中國已經在放人了 東京跟日本現在呢 事實上它的疫情開始在增加了嘛 那現在又下大雪弄得一塌糊塗等等啊 所以此時此刻如果你要知道下大雪會造成什麼狀況 大家都不願意出去 那都會窩在室內嘛 那窩在室內的話 是不是如果這時候病毒來的更可怕 那現在的問題在哪裡呢 現在問題是 中國之前習近平一個社會性精靈 結果大家全部都封起來 一個案例而已 全部都封起來 然後呢 那麼方艙醫院這邊蓋一大堆 那邊蓋一大堆 結果沒想到習近平一聲令下 他是在跟這個歐盟理事會仔細見面的時候 突然間講 Omicron的傳染率雖然高 但是致死率很低 從那一天開始 整個中國胖胖胖的一直打開 明年的1月8號全開了 各位 全開什麼意思 那麼他現在雖然講說 希望明年的這個春運啊 大家這個過年期間能夠這個大家切開 可是他春運已經開始賣了耶 地表我跟你講 這一次的中國的春運會很可怕 為什麼 因為他們已經三年沒回去了 三年沒回家 所以他們這次打算大家都回去 那本來照理來講 那麼前幾天 本來中國衛健委已經封排 不講話了 不公布了 結果東莞吃了城市 那個豆沙包 說我們一天現在染疫是25萬到30萬 青島50萬 然後另外一個大城市100萬 所以一天300多萬人確診 是真的有可能的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到底是3億4億人確診 不知道 有一個說法是 希望在明年春節的時候 達到整個中國14億人口 八成人確診 天啊 那你們沒有想到一件事 現在在中國所流行的各式各樣的變種病毒 12種之多 然後呢 華南華北流行的不一樣 而且更可怕的是 不是有那個X光說整個肺被禁認嗎 白費了 因為Omicron是上呼吸道沒錯 可是你知道嗎 台灣那時候我們很害怕的有東西叫Delta大魔王 現在也在這12種的病毒裡面 也在中國 嚇我 Delta還是下呼吸道 這就解釋為什麼 為什麼明明是Omicron死亡率不會那麼高 而現在中國到處都死了一個北京一天死掉 快要3000多人 要火化要等到這個等於說一個多月以後啊 塞13萬的紅包 那可以幫你安排五天內一個火化嘛 你就知道現在過語不及 他不放則以 一放全放 所以我聽說包括德國在內很多那個國家 開始準備要限輸跟中國的航班 為什麼 因為嚇都嚇死了 你要知道現在他們澳洲大概都不戴口罩了吧 如果你放出來的話 天啊 我們不是說在歧視中國人 而是真的有12種病毒 現在在整個中國流竄 那在這種情況下你們全部都出來 那全世界又會遭遇到是不是另外一場浩劫啊 好 所以正好 剛剛講的 現在整個美半球 美國 包括亞洲 現在出現一種非常可怕的冰風暴了 對 我們先給大家看這個密西根的燈塔 這個密西根的燈塔 你真的會覺得說這好像是某種這個冰雕的產物 其實沒有 就真的是太冷了 現在整個北美洲真的很冷 大家都知道密西根看下一個 密西根有非常非常多的湖 這個湖 你看 也完全被雪來冰封住 這個湖哦 這是湖 這不是北極哦 這是密西根的湖哦 而且呢 紐約州的州立公園 你看 也是被冰封了 我大陪講我們看下一畫面 這紐約州的州立公園 這個冰封畫面 你真的會覺得 這是什麼大年的冰雕展還是什麼 對不對 結果沒有 它原本紐約州其實天氣沒有這麼冷 現在都是這樣子 然後紐澤西州更慘 紐澤西州現在河水刀灌 為什麼河水刀灌 那些地下水刀全部結冰 所以水排不出去 所以河水會刀灌 結果河水刀灌 它接上 接上變冰水 變冰凍 所以車子哦 還有浮冰在上面 所以整個紐澤西你看 全部都是水箱折過 所以淹水不可怕 淹水後面 你看下面都結冰了 淹水後面結冰才可怕 另外美國加油戰 有人特別跟大家看 它是這是什麼東西 這叫做這個擦窗液 其實就是那個 類似那種就是清潔劑 對 那這種清潔劑不容易結冰哦 它跟水不一樣 水是零度結冰 這種清潔液它是化學 它可能是-10度-20度才結冰 這整桶清潔液全部結冰 真的看到嚇死怎麼有這種事 然後水流層 我都講現在是很慘的 這個水流層窗戶 這是看到你的窗戶長這樣 請問你敢開窗嗎 我真的不敢開窗 它從家裡往外面看 這就是窗戶的樣子 然後呢 家裡的窗戶都結冰了 對 然後門開箱畫面 門也是哦 全部你看 根本打開來全部都是冰嘛 所以這東西是非常非常誇張 所以有人說 來一張照片 看出這個 這是冰封爆的這個威力 這就是美國郵政署 紐約州的分布 這是它入口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這很像北極的這個 北極探險會遇到的狀況 沒有 那是旋轉嗎 那是旋轉 旋轉門變兵門 旋轉門變這樣 我覺得很誇張啊 那我們剛剛一直跟大家講 紐約州 紐約州的水牛城是最糟糕的狀況對不對 給大家看 紐約州水牛城是四季暴風 這就是水牛城的狀況 真的 當天人家會覺得世界末日來的時候 而且很多車子 你看到大量的車子是開到中間去受困的 然後呢這個大量車子受困的原因就是 其實他們還是得上班 或接小孩或什麼的 不得不出門 所以全部都受困喔 給大家看這畫面 其實很令人鼻酸 我說了 這一次的水牛城死亡人數是 一戲之間變成二十五個人吧 你看 這是警察 從血裡面拉出遺體 這個大體 這麼嚴重 你不要說是街友 這真的不是街友 有一個人是五十六歲的男子 他呢本來呢就已經 這個水牛城已經告訴大家 不准開車出門 可是問題是喔 他沒有辦法 他就一定要出門去買東西吃 他去買東西吃的時候呢 欸他就消失了 忽然就找不到聯絡不到 結果呢他就活活被凍死 這是很誇張事情 甚至呢還有一個人 那是六十四歲老人家 這個老人家在外面被凍得受不了 凍得受不了 趕快找一個家人來求救 他就讓他先進來 結果進來之後呢要打救護車什麼 打了十幾個 哇手凍傷這麼嚴重 對他的手喔 全部長凍瘡喔 然後呢要趕快打救護車啊 說打了十個小時 打不到救護車 最後呢這個人喔 他是直播 說拜託趕快來救 才有的救 甚至還有一個人喔 他跟他小朋友是這樣子 原本水牛城已經說不可以出門 對不對 他小朋友在保姆家 他不放心 他去接小朋友 接了小朋友之後在車上 受困十一個小時 他說這十一個小時 車子絕對不能熄火 熄火就完蛋了 所以這真是冰天雪地 世界末日